馬安,大家好 首先,很榮幸有機會可以出席這個平台 為大家介紹一下警隊的復安居計劃 首先介紹自己 我是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總督張兆樂 首先,今次做一個講解的目的 就是想介紹復安居計劃 以及警方應對有關罪案的行動策略 首先,復安居計劃 英文叫Reno Safe Scheme 其實這個計劃在2013年9月已經開始推行 這個計劃是希望提供一個平台 給業主、業主立案發團 或等等有關的持份者 提供支援和加強宣傳、教育 預防和打擊有關樓宇維修工程的遺標問題 以及其他所獻生的罪案 我們這個復安居計劃 參與的部門除了警隊之外 亦包括事件局、屋瑜署、消防署、 敬委會、廉政公署等等 目的 主要這個計劃有兩個主要目的 第一個,希望可以防止和打擊任何人以不法手段 影響樓宇管理或工程招必進行 亦希望透過復安居計劃 可以打擊到其他獻生的罪案 因爲在樓宇維修工程方面 涉及非常大的金錢利益 工程在招表過程之中 往往會出現一些不理想的情況 包括遺標或其他獻生的罪案等等 其次就是希望可以透過復安居計劃 邀請參與樓宇或業主等等 向執法機構,不單是警務署 亦可以向廉署、警委會等等 提供違法的行為消息 因爲樓宇維修工程 很多時候會引申不同的刑事案件 包括例如刑事毀壞、勒索 自稱三合會會員、襲擊或偽造文件等等 透過今次復安居計劃 亦希望可以教育市民 加強大家對樓宇維修所可能 獻生的罪案的認識及警覺性 復安居計劃是涵蓋了以下三個主要範疇 包括樓宇更生大行動2.0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支助計劃 以及優化升降機支助計劃 只要各個業主或大廈參與其中一項項目 我們都非常歡迎大家參加復安居計劃 接下來我們會談談警隊的行動策略 針對有關罪案 為了打擊三合會或不法分子以非法手段 去參與樓宇維修工程以謀取暴利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在2012年底已開始有關工程 我們主要有三個手法 第一個就是宣傳教育和防罪 第二個就是情報搜集 第三個就是執法 首先講宣傳教育防罪方面 我們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以及各種區的反三合會行動組 定期會從各位持份者舉行會議交流情報 在會議之中亦會向居民、業主立案法團、護委會 定期舉行防罪的講座以加強溝通 在2013年9月至2012月 警隊已派完探訪超過6000座的大廈及屋苑 而其中亦超過2250個屋苑及大廈 參加了我們的福安居計劃 除了一個居民、果准和會議之後 我們亦會提供一個叫做綜合服務資料冊 給有意進行大廈遺失的法團 這個綜合服務資料冊就像我手上的這一份 這個小冊子勞列了各部門的服務範圍 以及直接溝通渠道 亦都列舉了留意維修 如果處理不善的話 有機會所衍生出來的罪案 以及這些罪案的防法建議 最後亦都會有一個宣傳 除了在民政署設立了一個大廈管理中央平台 可以定期和大家溝通之外 警方亦都會透過不同渠道作出宣傳 包括例如我們的Facebook、YouTube等等 第二個就是情報搜集和執法方面 警方除了積極進行情報搜集之外 亦都會設立了一條24小時的熱線 以便提供協助和支援 而我們收到大家的罪案舉報之後 會根據實際上的罪案性質 如果這個罪案性質是警隊執法範圍之內 我們便會把案件分化給不同警區 去調查的跟進 如果這些罪案性質是和其他執法部門有關的 例如警委會、廉署等等 我們亦都會把這些資料給有關的部門去跟進 另外我們區犯黑組亦都會提供一站式的支援 給參與了復安居計劃的業主 包括直接跟業主或者法團溝通聯絡 另外亦都會提供有關的協助和支援 例如如果有業主浪漫法團認為有黑社會入侵的話 之前亦都試過我們有區犯黑組去參與居民大會 當然除此之外亦都會繼續我們的情報主導行動 加強巡邏任意避免罪案發生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承諾 亦都是參與復安居計劃的好處 參與了復安居計劃之後 我們所參與計劃的政府部門和機構 會提供一些專業的意見 不同範疇的專業意見 另外亦都會提供一個直接的溝通渠道 令大家更加容易地解決到大家面對的問題 除此之外 大家亦都可以得到由警方提供的快捷行動支援 參加復安居計劃是完全免費的 而你的責任參加了之後就非常簡單 第一個希望大家可以展示到計劃的宣傳品 我相信大家有時都會經過不同大廈 都會見到我們的宣傳單章 例如這方面的宣傳單章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主要在大廈、大堂等等展示計劃的宣傳品 其次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積極地 和參與計劃的部門和機構合作 而最重要的就是最後一點 希望大家可以主動地提供有違法行為的訊息 一起去打擊罪案 去到簡報的尾聲 亦都希望就著這個機會 可以和大家作出一個公眾呼籲 第一就是堅決拒絕和不良法治合作 第二就是如果大家看到有違法行為 請大家立刻舉報 第三就是希望我們大家可以團結一致 去打擊和大廈維修有關的法法行為 如果大家有什麼疑問 可以打擊福安居的24小時熱線 電話是25277887 當然如果是有非常緊急的情況 我也建議大家立刻打擊999報警 很緊急的 你 你 你 谢谢观看